接下来我们看最佳化的这个充分条件 那定理 如果呢这个X bar呢是一个可行解 然后呢它的这个可行解的这个区域呢是一个突击合 然后呢目标函数呢也是一个突函数 那我们当然现在是最小化了 如果是这个最大化的话就刚好相反 是R函数 那又存在呢U跟V 使得U呢这个每一个都大化等于0 然后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刚刚看过的KKT Condition 那么X bar呢会是一个广域的极小值 所以满足这些条件就会是广域极小值 所以这一些呢称为充分条件